建国百年系列活动民进党再追弊端 咬出了经济部在北中南东举办的四场金剑特展 大手笔砸了1.4亿元举办 那么稍前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不雅于梦想家 结果经济部次长林胜中澄清 说这个金费只有7000万 但民进党今天再出示标案的资料质疑 林胜中根本是公然说谎 因为加上经济部动员台电中油等国营单位 一起编起来的这个活动预算 根本不止这些钱 就是这四场金剑特展 经济部在全台北中南东砸钱办活动 明明立法院通过的预算是1亿 偏偏经济部最后烧了1.4亿 这14个标里头 经济部本部的标是7000万没有错 你为什么要故意漏掉国贸局 工业局及其他的国营单位 这些单位加起来的钱 正好是我们昨天说的1.4亿 立法院通过的金额是1亿 结果他后来又追加预算 追加了4000万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违反 立法院当时所通过的这个预算 不只预算超之 民进党也质疑 每个部会都报预算 难保不会重复浪费 活动30天花了1.4亿 等于一天烧了400多万 绿营紧咬不放 经济部次长陈胜中 第一时间跳出来澄清 经费只花了7000万 但眼看民进党指振历历 事隔一天 陈胜中立刻改口 7000多万那个是属于 属于这个经济部的部分 他讲的1.4可能是又包含 其他几个部署机关在里面 因为机械特产这个产 它是一个综合 本是全面性的每一个局处 还有我们的国营事业都有参与 经济部不打自招 马政府有无浪费公帕之嫌 此地无银300两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